也类似 2009至2010年 中国将在节能环保措施上投入850亿美元 佐利克表示 这些对于中国人民以及全球环境来说都是供应的 中国2009年全年增长速度预计将接近8% 而亚洲及世界各地许多经济体出现企稳迹象 使得真正全球复苏的概率明显增大 好我们再来看美国的经济状况 美国华尔街日报一号报道 美国最大商银行美国银行和另一家银行巨头 富国银行计划归还政府援助 以摆脱政府对银行运作的控制 美国银行此前一共获得了450亿美元政府援助贷款 此次可能计划先归还200亿美元 不过市场分析认为 美国银行是否有能力筹款还还债还是值得怀疑的 同时美国政府也没有必要同意去还债 当天美国银行发言人和美国财政部发言人均拒绝就报道发表评论 新华社消息 美国劳工部一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7月美国380个大城市地区的失业状况 将6月有所好转 但是好转主要得益于季节因素 美国整体失业状况依然严峻 经济学家预计说 美国8月失业率将回升至9.5% 劳工部将在本周五公布数据 而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 到今年年底美国的失业率将会突破10% 美国的失业状况有所好转 同时制造业也开始回升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一号发布的报告显示 8月份美国制造业出现了18个月来的首次回升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 美国正在进行经济复苏的路上 不过这并没有对它的支持率产生拉动 奥巴马表示 制造业回升意味着美国企业正在加大投入和产出 这是美国经济正在进行复苏的一个信号 尽管经济状况有所改善 但奥巴马的支持率却处在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 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奥巴马的支持率为50% 另外 奥巴马马上要面临的另外一个难题是 在下周赴会的美国国会中 他的医疗改革预计将面临严峻挑战 奥巴马入主白宫以后 他的前任布什以及家人 似乎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受人关注了 不过就在9月1号 布什的大女儿詹纳布什再度走入了公众的事件 原因是 他被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聘为特约记者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也就是NBC本周一宣布 他们已经雇佣了27岁的詹纳 来担任今日栏目的特约记者 并从这个月的14号开始工作 今日是一档在美国拥有超高收视率的 晨间新闻电视节目 栏目执行制作人在一份声明中说 选择詹纳是因为之前她在节目中露面的时候 表现出了